好了,12月,年尾 今天再来一个12月和年尾的英国楼市update 这段影片会讲什么呢? 就会讲四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比较楼价 上年的最高位,大概上年的年中 到现在其实楼价升了跌了跌了跌了多少呢? 接着就是租金比较 用两年和一些利息的走势的比较 而这三样东西,与其是要看一下什么 什么right move,super那些报告,看完都不知说什么 我会用一些我自己真实的数字给大家去看 例如我的租金的statement 例如我买楼价 例如那些整个区的成交界 就不像我这里准备了1.9都不知说什么 用成交界每家屋上年是多少钱 今年是多少钱 那就最好了 最后也都想讲一下其实就是香港人 是会看什么来买外国楼的呢? 而怎样做到是可以必赢 因为如果你不看对这一样东西 而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这一样东西 你输的比率是非常高 即是市场是没有升没有跌 你看错了东西来买楼 你买那些东西是坏的话 你都可以输钱的 好了,这个楼袋片来给大家 给大家一些例子 先就看回楼价的比较 最好的比较就是看 right move那时候的楼价 是在卖多少钱 我们最喜欢用Manchester的Selford 中心点 M6区的范围 我上年拍了一些7月楼市分析 6月楼市分析 看看里面的影片 M6那时候 买多少钱 现在用20秒的时间 大家看看 以前呢 现在7月5号了 如果你有记忆的 上个月是16万的 那今天有没有跌到呢 看看一看 有一间街花是14万 那我打过去就没了 这间 接着这间就15万了 也是一些要入场门栏的屋 正常装收 16万 16万 17万 其实是没有跌过的 这些全部都是6月楼出来了 好了,这一条片就是去年2022年的7月份 这里啦,7月份 那时候right move的屋 是在卖大约16万 16万 16万 就是这些最入场门栏的 那些的牌屋 没有什么前院 没有什么后院那些 好了 那今天 我们不要看 卖大约多少钱 我们现在看 因为卖大约可以卖不到的嘛 我仍然卖16 但成交可以是14 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直接 去看 今年这个M6 within这一年 的牌屋啦 宿集房 帮大家看 是最便宜的那间 是卖了多少钱 那你就知道 上年挨价 是16 最便宜的那间 那跟着成交的那些 是多少呢 那就看回了 那这间呢 20万 三房 这些 20多万 不要理了 这些18万6 18万6 你不知道 他的样子是怎样的呢 会不会是 很漂亮的 还是很差的 可以两秒 就看到的 那些近乎入场门栏 没有前院 没有后院 的屋 18万6 20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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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 这四房 40多万 不要看 17万9 因为我们上年 在叫16万 那如果我们看到 很多16万以下的 那就是楼价跌了 好了 这个呢 近乎入场门栏 高一点 漂亮一点 你看到 17万 17万 都是近乎入场门栏 7万 这间 左手加右手 看看 都是那些屋 但是没有想看的 不知道是不是左手加右手 还是真的里面很残 还是真的是一层低水楼 可能这层 很残 但你残极 也不止 7万 7 加4万装收 11万 11万 划底 对不对 这些是低水楼 正啊 如果买了这个人 这间 16万 什么款式 都应该是近乎入场门栏 15万6 终于有一间 是低于上年 矮价 16万 这些 有机会是Ex-council house 你会看到漂亮一点 Ex-council house 对比于那些牌屋 会是这样的 19万 19万三房 这些 不要理会了 11万 这个我看过的 这间 我刚才拍片前 我看过这间 这间就是唯独一间 都是那些屋 重要的情况 是好 而是11万 这间会不会是一间 跳楼盘呢 跳楼盘不是空窄 真的超划的 有一间的 OK 18万 三十几万 18万 18万 20几万 又有一间 8万6 又是什么 这些我怀疑是flat 半间屋 半间屋 我怀疑它里面是劏开了一半的 又或者是share ownership 17万5 20几万 19万 大部分的屋 都是16万 磅以上 是上成交的 是会有零星一两间 是低于16万 那市 其实就是打横行 打横行了有些是贵于16 有一两间是低 那些就是低水楼 要买就是买那些 因为你13万4买到 现在都是15、16万 你是不是 坐着一两万 的水位呀 好,这个就是一个楼价 的比较先分 上年年中 到今年年尾 其实楼 市就跌了一点 然后在打横行 这个就是楼价比较 好了,我先看租金的比较 我其实想看利息的比较 就是上年 年尾开始 上年年头开始加息 那我们看回利息 是从上年年尾 2月左右 1月左右 开始加 加到这样的 都在这20年去 没有什么见过的 一个急速年龄的加息 好了 息就加了这么多 但刚才 你看到楼价 有没有跌过 英国楼价 Manchester 区 利物浦 Warrington 区 没什么跌过 曾经跌过10% 现在又升到5% 其实在10% 你当作是一个打横行 好了,那你试想一下 租金 如果 是价格升 的话 利息不升 会 导致到楼价 向上 向下 还是打横呢 即是你未来 你想看2024年 今天的分析 你就看未来 会怎样做 好了,那我们又看 租金的比较 好了 又是预期 看这些懒冰冰 的不关你事 的数字 他告诉你租金是不断升 但这些不关你事 也不是你的 租金 好了,不如就看 一些 关我事 或者关大家事 的租金 因为你买了一层楼 你会收 你会收租的 好了,那我就看回 我时代的一间屋 不如看劏房 一间屋 大家都知道租多少钱 一间房 是租多少钱呢 我找回 Statement 出来给大家看 左边就是 2021年 的9月 9月份 就是我这间 HMO劏房 的一个 起步点 这里就今天了 好了,那你就看回 这里租525 Room up 现在这里租550 加这个50 不知为什么 他分开了 那就是68 这里就是525 变了68 第二间房 就由 525 这里 变了 600 看总数 就是 347 4125 减 3475 就多了650磅的difference 除 3475 就是 租金在 一年 一年 两年 21年 22年 23年 在两年 零几个月 就升了18% 除了两年 就是每年 9% 大家觉得 合不合呢 这就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这就是实际我倒入袋 的数字 和大家分享 你买那层楼 都会是这样 如果你买那层楼 这两年 加不到租 就证明你买那屋 买错了 OK 市都加到租 为什么你又加不到呢 所以楼价 租金 利息的比较 讲完了 全部用我 量度出来 给大家看的数字 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你想知道就是楼价 会不会升 还是打横 你只是看两样东西 看着租金 和利息 利息不加 租金继续加 你觉得会不会 下年层楼 都是这样的价钱 如果是 不就是好着数 着到一个位 连最 慢的人 都觉得 是要买楼 你觉得快一点的人 会不会先行 去必贵一点 来买那层楼 听不明白 所以这个 就是第一个可能性 利息不加 租金继续加 楼价就要上升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利息 未减 租金又继续加 这个也挺必然的 这里就会令到楼价的 升幅会更加快 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 利息加 OK 租金亦都加 好像刚刚这一年 楼价就橫行 就继续像这样 那个贵的利息 给贵了的租金 cancel out 那就一样 是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 很小 就是利息加 但是租金会跌 就很少的 这个可能性 你想都想到 因为利息加 那些人可能不想买楼 想租楼 是不是多了人去租楼 多了人去租楼 为什么会租金跌呢 是不会的 所以利息加 那些人不买楼 租金又走 租楼 就租金加 就整件事cancel out 只有这几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年尾 的一个分析 十几分钟讲完了 但是就算那个市 下年升可以还好跌可以 我当上升也好 你买错楼 都会输钱 所以大部分看 什么来买外国楼 是 不看最重要的 我先讲大部分 看什么来买楼 看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都有养分 给点鼓励我下面按like 就是跟写句comment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继续看 就是 下年 当我楼市 好好了 这样是升了 但是你去买楼 都可以输的 因为 市升 但是你买那家屋 买错了 都可以是输的 就好像买股票市场 大为都升 你是要买 那只股票 就不升反而跌 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什么来买楼 就很重要了 你看什么来买楼 这个有几样东西 第一很多人就贪价钱便宜的 不论英国也好 大陆也好 总之可能是 100万楼下 或者100万松 可以买到一层不错的楼 那就买了 价钱便宜是第一大忌 越便宜的楼 就越危险 所以我们会买 那些楼 是偏便宜 但是不是最便宜 所以这是第一样东西 不可以看 价钱 便宜 就买的 好了 第二就是 楼盘的设施 有汇所 泳池 设施是对业主来说 没用 你的租客会着手 但是对他来说 是没用的 第三就是 未来的发展 这个很合理 要看 那里有发展 可能会吸引多些人 未来 就会升值 未来 给个官你做 未来的升值是要 但不是今天 Number one要看 什么来买楼 我稍后会再说 OK 还有什么呢 就是 location 买楼最重要是 location location 优越的地点 鄰近什么 黄牌 名牌 大学 黄金地段 英国的 Victoria Station 等等 死得最重 买楼 地点是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 继续 第五就是 租金回报 这个是 Number one中的 Number one 的陷阱 很多人 就想财务自由 拿着那块钱 就看着如果我这里 做两厘 就当然做不到财务自由 但如果做到七厘八厘 就真的可以 replace 那份工了 可以财务自由 OK 所以呢 就经常看着 租金回报 七厘八厘 包租 不包租 死得 最快 就是看这一样 我稍后又再说 OK 第六就是 永久业权 辅助移民 外汇 低水 这些 什么都出齐 OK 12345678 先给五秒时间 大家 你觉得 你是本身看这边几样东西的 你写在下面 这个check box OK 我这些看不看呢 我都会看 但是放在第2第3位去看 我看什么 或者我教我的同学去看什么买楼呢 就是 价值 价值 不是价钱 不是地点 不是设施 不是未来升值 不是租金回报 OK 是今天这层楼 值多少钱 你不care的 证明大部分都不care 如果care的话 那些广告 就不会用location来吸引人 不会用这个 回报率来吸引人 OK 价值是很重要的 Nexa这个东西是值20万 我怎样必赢呢 我买那个moment是19万 那就可以了 我用19万 买20万的东西 明天楼价不升不跌 我如果不想要 我是不是可以用20万 来估出 值20万 我19万买 那我还有1万元的水位 当然我扣除律师费 利盈费 可能剩下几千磅 是不是也是赢 那当年你不需要那么短的操作 19万买 值20万 我明天就flip出去赚1万 因为未来都会升的话 你就坐着这一万 as equity 不是现金 未来升到40 你就不是赚20万 是赚21万 但买那个moment 有1万元的equity 在里面 是不是比你高水买楼 OK 这一样东西 你说有没有可能做到 低水买楼 怎会没有可能 据个例子 买车 你买新车 一定是亏的 但你买二手车 大家知不知道 你买入的时候 到了你不想要买出 和今天买 明天走 是可以赚钱的 你能否找到市场上的 一辆低水车 不然车行怎么赚钱 车行就是 就是靠有哪些人急放 不知价 放价便宜 就是低买 评估 那你会怎么找 这些低水楼 其实就要人 所以我们 弄了个网站 给我们自己的 同学会员 就是 每个agent 他的责任 就是出去 作为一个烧机 每人每日 看三层楼 26个人 看了几十层楼 就会测到半层楼 是低水 两三天 就会有一层的低水楼 出现 例子 这间 这间仍然在买 所以我就遮了地址 当第二天买了 这个朋友买了 成交了 我就在description 放回地址 你去看 总之 162,000 在M18区 Manchester Postal Code后面不说 谁知道他不是低水 在附近买了多少钱 216,000 16万多 21年也16万多 现在是高于21年 你也是卖162,000 你最近成交216,000 那你舊的东西 我想断股也值19万 大家 如何必赢 值20万 16万 就必赢 如果大家想知道 如何买英国楼 可以买低水楼 欢迎来我个半小时 的一个 楼市分享 我会再说多些 判市 如何找低水楼 这些 或者 低水 装收 欢迎在下面 免费报名 12月的楼市分析 现在就到这里 之后的一两条影片 我会讲一下 楼市的周期 就是讲一些大货 年头年尾 一些big picture的东西 大家 现在英国楼 在周期的 哪一个位 香港又在楼市周期的哪个位 记住下面按subscribe 可以看到下一条影片 OK 今天这么多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